在第11页的地方 其实就是把后面的东西扣到前面去 后面的东西扣到前面去 大概就这样的关系 这个是比较两个是不是一样 范围确定一下 那个范围里面找找看 两边有没有match 如果有的话就把资料放到前面去 特别注意这边的话 这个等于是两个比较 这个等于是把后面的东西放到前面 所以你会发现 在VPA的等于其实不止一种用法 它有的时候是比较 有的时候是把后面的东西放到前面去 这个可能就是大家比较容易混淆的地方 只要你这个概念有清楚之后 那懂得把程式很快的写出来 那你的程式相对就OK了 另外就是事件驱动部分 当这个什么呢 Worksheet它change的时候 那我可以怎么样 就做这个动作 这个地方的话 target address这个还蛮重要 当然应该不只是这个方法 因为这个是我自己试出来的方法 因为其实我主要是知道说有target这个物件 但是用哪个属性 后来试着发现用address好像最简单 但它还有其他的属性可以知道 到底是不是h3这个储存格 可是感觉上没有address这个简单 ok 因为其实不难记了 好 那这部分的话呢 我们大概就这个范例就先讲到这 后面的话 也许我们再来看一下 有关那个v栏数其他的练习题 包含就是人事考评这一题 也许各位把它打开稍微看一下 其实这一题主要就是什么 A栏是我们的编号 那编号从编号可以查到什么 你会发现它的单位 单位你会发现10几 实际上它的单位就是108 所以如果你108 你要把这个单位查出来 所以特别注意单位 所以第一件事你要把编号里面的第几个位置 123 第三取三个字 有没有 那就108 再去找什么 找单位的这个对照表 其实这边是有对照表 那就把108这个单位的对照表 把旁边这个资料帮我查回来 放在这里 其他就一样 所以你会发现 从编号 这个应该是员工编号 主别的话 主别在哪 主别这边 ABCDE 实际上就是它编号哪一码 这一码 应该好像第七个字 先抓第七个字 然后再去用V的凡数去找主别 就把主别带过来 升等的话 升等在哪 升等的话就是1234 这个1234应该指的是第一码 所以用什么 用Lab就可以了 Lab扯 把Lab抓过来之后 再去升等比一下 不过这边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 你用Lab扯 Lab扯是文字函数 文字函数抓到的1 是文字1 但是目前这边的话 是数字1 所以你还需要做一件事情 把文字1转成数字1 再去查询 才会是正确的 否则它会出现找不到资料 再来的话就是 这边有几个分数 像考核 考核的成绩在哪里 考核的成绩在哪里呢 考核百分之60 实际上考核就是指这里 这个成绩加这个成绩加这个成绩 除以3 或者是这个三个成绩的Average 也可以 但问题是假几分 假的话你要把它查出来 它这边有个等级 它这边如果是考7 这个是考平 反正它三个成绩 就用不同的平等 不过不管 如果是假 你就把85分查到 如果是A加的话就95分 你就把这三个成绩 把它查回来之后 产生这个考核成绩 比4的话就是这个 这个占30% 这个占70% 所以这个比4的话就什么 等于 等于这个成绩吧 应该这样 乘上什么 0.3 就30% 加上什么呢 这个成绩 乘上0.7 这样的话就是它的什么 它的比4成绩了 最后你把这两个合计 合计的话就是这个成绩 乘上0.6 这个成绩乘上0.4 最后做个排名 就知道说 这个应该是一个什么人事 应该是HR部门的相关的东西 也就是要考核一下 我们所有员工 到底他的年终要平等 他算出一个成绩出来 那请各位试一下这一题 待会我们再来看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这一题的话主要是什么 从编号里面查出我们要的资料 另外还有一题刚好颠倒 从我们的栏位里面再变出我们的编号 编号规则其实也是从 所以其实因为这个编号通常是跟其他栏位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有时候从编号可以看出其他的相关资料 那请各位也许待会先试试看 整个两题 这个跟V量还是有点关系的 人事考评跟饭店管理 所以我已经把它大概做完了 并且把它变成之前一样的VBA 直接输出就可以了 这边有个按钮按下去自动完成 然后清除的话就自动清掉 但它主要是黄色区域 1234567 7个栏位 所以一样跑个回圈 for i 等于第三列一直到最下面一列 分别把 bd e kl mn 这几个栏位做输出 大概有哪一些重点 我刚刚有提过 第一个就是我们先用mid 有没有 先去查什么 查那个单位 就是第一个就是先切什么 切108这三个字 有没有 所以108三个字就用这个mid A3 这个A栏的这个储存 A3的储存格 然后去哪边查 去那个单位里面帮我查一下 查什么 查他的第二栏 帮我查回来 那查回来之后的话 那就会是108的那个这个这个单位名称 一般习惯就是我们在编号里面会放一些 这个像类似编号 类似像这些东西 但是你要知道实际上的资料的话 你就必须什么把这个字给切出来 再到单位里面去做查询 查到108 那把这个东西给调回来 那一样用的所谓的V轴函数 所以这边都是用V轴函数 那主别也是一样 我们先用mid 一样去把他的第七个字抓过来 A抓过来 然后再去主别去比一下 所以一样用V轴函数 当然前提你会发现 因为刚好我们的资料 他的第一栏都是我们要查的资料 对不对 那所以用V轴函数没问题 所以这些都是比较一般标准的做法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使用V轴函数 查资料的话 那请各位注意一下 你要把你要查询的那个资料 一定要放第一栏 你才有办法符合那个规则 不然的话你有时候 他有同学不是放第一栏 那你要查完蛋不能查 所以你要知道一下原理原则 不然我发现蛮多同学会问说 老师为什么我用V轴数没办法查 一看资料就不符合那个规则 那这个规则其实有一点像是 那个资料库叫做关联式资料库 其实这个有点像关联式 就是怎么样 一般习惯会放一个编号就好了 所以以后只要有个编号 我就可以查出其他资料 那以后的话就可以大大减少资料量 也就是说我将来只要个编号 那其他资料就带过来就好了 就不会说增加一些多余的资料 以后就用查就可以了 可以把它查过来 那那个注专的部分 特别注意 注专的话呢 因为我们原来是什么 先什么 这个深等 深等部分的话 那特别注意 我们先抓什么 抓那个 第一个字嘛 所以我们用laps 先抓过来的是1 那特别注意 这个可能要特别小心 它是文字1 所以如果你要去找深等的部分 这个是数字1的话 有没有 如果你没有转换 你就直接把它减下来 插入一个函数 我用那个V转数 那一样查什么 luka value 查这个东西 然后呢 去哪边查呢 去深等 所以F3 把那个这个深等调过来 然后如果我不知道说 第几栏的话 你可以再点回去 它会切过 1 2 我只要查2 把2带回来 那比对方式要完全一样 输入0就可以了 有没有 那你会发现 按确定 里面 其实你不要按确定之前 就知道了 空的 表示没有资料 Not available 那主要的原因 就我刚刚讲的 就是这个1 其实你也可以从这边看 大概可以看出端倪 哪边 这个是文字1 底下这个是数字1 所以这两个 完完全全不一样 所以 一定要记得 要把上面 因为你下面table 没办法去变动 你只能变动上面的 特别说 这个问题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我发现 之前有蛮多同学问的问题 都是跟这有关 因为他说 老师奇怪 为什么我那个 你这边看到的 查的结果 一样跟那边一模一样 但是奇怪我怎么抓 就抓不到资料 我一看 你是文字 那边是数字 那当然你就抓不到 所以怎么办 很简单 前面有一直强调 你加一个value就好了 value就是把文字转数字 有没有 这时候马上变成数字了 再去查 按确定 那应该就可以查到要的 其他这个应该比较简单的 就是相加除以3 或者是外面包一个average 加豆点 应该都可以的 然后这个刚刚讲过 最后的话 用rank.eq 再把它做一个合计 另外 大家后续 就做一个清除 for i 等于第三列到最下面一列 然后分别在b c bde这几个栏位 然后怎么样 把它做清楚 清楚的话就两个双以后 全部清除 再把公式贴过来就可以了 那做法 我想前面做蛮多了 所以这个请各位 可以在自行练习下 for i 等于 3到最下面一列 向下最终 这个我讲过了 然后你就先 其实你可以先写清楚 然后再把公式分别贴进来 贴贴贴贴 那另外还有一个方式 我前面讲过 如果你希望像这个i 都不需要写的话 那你可以把那个 那个蓝的名称定义成一个名称就好了 像之前有个练习 你这边可以全部都把它定义成名称 甚至连i都不用改 这部分请各位试试看 因为我们前面做蛮多练习的 所以我这边就不再重复 我大概就跟各位讲 这还会有这些 那另外请各位注意一下 其实后面还有 住专、领主、办事员、助理员 其实很多个 有跨工作表 所以后面几个 各位可以查查看 有没有什么方式 一次可以四个工作表全部完成 但这个地方可能就是 要不就是切过去 要不就是用序值物件 然后可以用丢的 所以一次全部完成 这样的话就不用说 你每次假设要做这些事情 要重复再来一次 你就一个按钮按下来 全部OK了 只要把有些资料先准备好 那其他就自动完成了 那这部分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人事考评这一题 另外的话 还有一题也是类似的 跟那个什么 人事考评 底下有个就是饭店管理 那这个饭店管理 刚刚我们这一题呢 是把编号的这些相关的东西 包含这个 这个 这个 把它分成不同欄 那现在的话呢 就是再颠倒过来 把什么 把不同欄 再把它查回来 就是说 再回归成一个编号 也就是 刚刚是什么 把编号查出来 现在的话呢 颠倒 饭店管理 先切到booking这个 我们要做的 它这个地方本来是空的 Ctrl Shift向下 你们打开 应该是booking ID是没有的 那我们在 处理这个资料的时候 每一笔订单 一定要先产生一笔编号 而且这个编号是unique 唯一的 不能重复的 所以我们需要创个规则给它 什么规则 所以当然这个饭店自己有一套规则 什么规则 它总共会有 一二三四个 等于是四个资料所集结之后的一个编号 那第一个编号 这个什么 这个就是透过hotel 去查到它的什么 它的缩写 这个的缩写 实际上就是这个 什么叫 应该是什么 是什么 L1还是什么 如果不知道的话 其实你们可以切到那个hotel里面 它就会有一个什么 这边有一个hotel 或者你可以查什么 那个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员 名称管理员里面 就有个hotel name hotel name 对在这里 hotel name里面的话 没有 它就有一个缩写 这个hotel ID hotel name在这里 大概hotel detail 看一下这边有相关名称 只是说它名称的话蛮多个 那稍微了解一下 那就是把这个名称改成缩写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1杠有没有 minus 减的符号 然后后面的第二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缩写 饭店缩写 所以一看 如果说直觉 如果你看到那个 你前面的那个部分 你大概就是哪一个饭店 第二个的话 0106 有没有发现 check in的什么 日期 那只有月跟日就好了 你也不用 有没有 把它改成什么 0106 所以一看 你哪一天住的0106 然后呢 3的话就是住几天 不是住几晚 有没有 1月6号 所以应该是1月6号晚上 住的吧 然后1月7号 其实就住两晚 但是其实就住三天 但是我们一般 我是希望显示是他住几天 就六七八 那要怎么样 可以得到这个数字 最后的话 第四个参数就是什么 他的first name first name的话就是他名字 所以从这个四个资料 我大概就可以知道说 他的相关讯息了 只是说呢 他这边应该是本来是没有的 所以booking id 必须怎么样 把它deleted掉 那你要把这个把它变出来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先把那个刚刚讲的人事考评 试做看看 那可能比较容易出错的是 那个 我们的 那个文字的数字的转换部分 就是那个升等的部分 外面记得一定要一个value 这个很重要 我发现经常 会有同学没有这个观念 然后一查 发现not available 如果你not available 表示应该是 形态没有转换成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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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